咱们看一下 特别的香啊 这个牛肉 就是这样的 这个牛肉饼 没有 咱们看一下 热过去 牛肉饼 这样的 早上就是 比如说早上你起不来 平底锅煎个五分钟左右 然后也可以蒸一下 也可以蒸来吃空气炸锅 我们这个是烤箱烤出来的 看没有 烤箱烤出来的 牛肉饼 这个牛肉饼 看着啊 你可能不知道吃着有多好吃 它吃着呢 我给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说一下啊 我看一下呢 就是吃着呢 它的这个牛肉饼和普通的牛肉饼不一样的 在于什么呢 它是有含牛肉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都是整体的含这个牛肉 所以的话它的口感非常的香 然后如果是百分之一百的话 那不就是牛肉饼 那就是卖牛肉了 但是牛肉饼的话 目前我们吃过特别好吃的 就是这家牛肉饼 上一次有买过吗 买过的姐姐和阿姨可以在公屏上扣1 上次买过很好吃 对 牛肉饼是很多家们应该都买过 全是老顾客 凉心山椒 为什么呢 它里面百分之九十都是牛肉 所以非常有嚼劲 缩的是牛肉饼啊 其实它百分之九十都是牛肉 而且它这些牛肉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牛肉 所以的话它的这个肉质 没有任何的那种腥味 而且第二点它的这个整体的肉的含量是百分之九十 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肉也是实打实的 你让新商家做的就是也是很好嘛 很多你看现在市场上的很多牛肉饼啊那些 它几乎里面可能都不是牛肉 可能是牛肉粉给你做的 所以很不卫生 他们家这个牛肉饼为什么卖的这么的好 我都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啊 不含大豆蛋白也不含香精 无防腐剂 然后也没有很劣质的肉 所以的话它的好材料 不添加任何的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保留传统的一个本味 所以的话我们吃的是很香的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老人上车等了好久啊 这个牛肉饼啊 对牛肉饼是上一次也是卖的很好的啊家伙们 这样的啊来一包 我直接因为有点晚了 然后这个牛肉饼我都不用过多介绍了 因为卖的很好 买上一次直播间我们人没有多少的时候 当时2000多人都买了 全部都是好吃回馈 所以我们这个回馈的这个相当于好评是相当于很多的 好评是很多的 这样一包的话是16块8 今天我们直播间 我们一包的话应该不够吃 两包 然后三包 四包 五包 六包 今天六包价格是多少呢 一包16块8 一包是16块8 然后16块8乘以6包 乘以6包是都是多少钱啊 16 16块8乘以6包 都是100多块钱 对不对 今天我们直播间 因为他们家的这个牛肉 朝鲜牛肉饼嘛 是卖的是很好的 100多块钱 今天也不要大家100多块钱 大家都是直播间 姐姐和阿姨们都觉得好吃 所以才回购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六包 不要100的价格 和上一次一样的价格 直接78块钱 希望家人们都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因为这个牛肉也是大家等了很久的牛肉饼 对不对 能保证肉的质量吗 能 你收到货之后 你吃了你就知道他们家的肉有 有多好 所以为什么值得分享 这个牛肉饼是很多家人们都买过的 嗯 直接今天不要100块钱 直接78块钱 六包啊 直接上车来 三 一 又下脚小环车 你上车了 因为卖的是很好的 这个牛肉饼是我们卖的是很好的 上一次很多姐姐和阿姨 上次买过确实啊 对 因为确实吃着 就是它很有嚼劲 你看嘛 你抠它 然后 所以 我分享的东西一般 在家里分享的东西啊 都是大家吃了好吃 然后 再叫我分享的 我一般分享的 因为我们直播间人很多 东西不好吃不好的 嗯 我给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做饱象啊 它的肉含量达到了90% 所以你吃起来你会觉得很Q弹 非常的Q弹 对 我就不下车挂在这个小环车上 自己去拍啊 因为太晚了 我就不下车 放在这个地方给家人们自己去拍 它的口感的话可能就会吃起来 就会很脆 吃起来很紧对对对 嗯 如果是100%的肉含量的话 它就不是饼了 就是牛肉了 我拍给大家看看 谢谢阿姨 就是喜欢吃这个牛肉饼的 你们可以尝一下这一家的牛肉饼 很有嚼劲 非常的有嚼劲 非常非常的牛腾 可不够 不含香精无防腐剂 然后的话没有逆质的肉 所以吃起来就是它原汁原味 很香 对非常的香 之前分享过 今天分享的东西都是扎品 上一次 十一份好用 谢谢啊 因为我给直播间家人们说一下 就是这样的就是有的阿姨想要什么 然后买过觉得好的东西 然后给我说 说了之后我心里面就会记得 我记得之后如果我不分享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大家都等了很久 比如说那个行李箱 我说实话家人们 我真的 我答应了家人们 行李箱分享 但是 因为最近不是开学吗 然后那个品牌 它就卖给了很多实体店 他说他信任上不分享的 所以这两天他没有没有了 全部都给实体店了 我给家人们直接说的实话 不是说我偷懒什么的 是真的是没有行李箱是真的没有 然后这个牛肉饼为什么分享 是我们吃着自己都觉得良心上家 原材料东西好 它的这个牛肉都是普通的牛肉 不是普通的牛肉 是新西兰的进口牛肉 而且选的是后腿 牛的那个后腿肉 不是那种边边角角之类的 所以他们的肉吃起来 你在嘴里嚼着都非常的Q弹很新鲜嘛 所以我们自己吃着也好吃 上一次包括上一次分享的 只有很多家人们觉得不错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给家人们 再分享就是这样的 你妹妹住在家里吧 你猜 你猜一下家人们 花衣排 什么 阿姨说六包 这样吧 再给大家送六包番茄酱 再给大家送六包番茄酱吧 再给大家送六包番茄酱吧 这边有很多的朋友 说明你这个人性格也是很好的 你看你买个洗发水 你还给朋友买 就是在这种这么晚的时候 你还想到你的闺蜜 你这个闺蜜好幸福呀 对不对 其实我就是我觉得啊 就是生病有这种知性的朋友 挺好的 我经常看到我 关注的 我发现几个阿姨 就是很多支持我很久的这些阿姨 我看到这些阿姨 我看他们的作品 就是和几个阿姨 周末的时候大家就去 happy一下 然后发那种视频 我就看你们好好玩呀 我在想以后我到你们这个年纪啊 有这样的朋友的话 真的是很幸福的啊 看你们又去K歌 然后还看你们 我经常会看支持我 喜欢我的阿姨的作品 我就看大家发的那种 就是又周末一起去聚会呀 这些生活过的 真的就是挺有意思的 羊奶粉呀 羊奶粉排一发的 是几次有一盒 送的有一盒那个 一盒盒装的 里面有五杯 今天晚上的品质都很好 在家里分享的很多东西 全世界都自己用着不错 然后东西很好的 我们才会 就是给家人们分享嘛 对不对 苹果没有了 只有下一次啊 家人们 小子不 一斤人都没得好 羊奶粉 排一发几杯 排一的话就是发一盒 然后的话送一个 有一个盒子 今天有个预约 是不是28号 对对对28号 这个预约我可以给 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 谈出来 我都不知道怎么谈啊 来我给家人们谈出来 右下角小房车 是8月28号的 是这个样子的 8月28号 不是 每个月我们有一次 毫无分享 就比如说 可能去上海呀 可能去寒州呀 可能去很远的城市 就是给家人们分享一些 生活用品啊 锅具之类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一次 这一个月真的 太仓促了 都月底了 确实是没有去到这些地方 然后又想到 这一个月我们不是要领证了吗 我们22号明天后天 后天我们就要去拍证件的照片了 所以就是马上也要就是领结婚证了 然后就想到我也分享了农产品这么久 对不对 然后很多姐姐和阿姨也支持我这么久 就想到这一次8月28号 我把预约放在这儿是 这一天8月28号 我会把很多农产品 以前分享过的 我会直接 很多东西会给大家送福利 就比如说你们 买不到的东西啊 还有菌碳包啊 我直接送 然后直接回馈 直接送嘛 大家也是支持了我这么久农产品 我很少送大家农产品的 就是东西 这一次的话 8月28号9点30 早上9点30 大家可以点这个预约 点了预约 到时候送的东西 农产品大家 马上也要秋天了 对不对 家里 吃一点汤呀 喝汤这些 该喝喝 该补补的 都给你们送 很多东西 我这两天都在准备 我看有没有什么 菌汤之类的东西 可以送给大家的 对在右下 左下角啊 这里预约 然后预约的话 如果看不到的话 点开头像 应该也会有 点开头像 也会有 啊 包子没有了 太晚了 家里们 今天播的真的太晚了 酸菜鱼也没有阿姨 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 分享我 我选的东西 大家吃的是满意 而不是说真的 就是没有吃过 在我直播间打的 包括这些买拉干香 什么酸菜鱼 买包子 都是吃了觉得好吃 买苹果的 全是 喜欢我支持 我信任我的阿姨 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的信任 9月份 我会把这些东西集中在一起 然后 直接 大家需要的 就集中在那一天 希望这一次 如果没有分享到 你喜欢的东西的 希望家人们 理解一下好不好 牛肉文阿姨 这么晚了 11点40了 行行行 好晚 很多都在给我打晚安了 行吧 那就 我后天去拍镇间灶的时候 我就多记录一点照片和视频 然后分享出来 行 大家 谢谢 大家都觉得很晚了 那就休息 谢谢直播今天姐姐和阿姨们的支持 晚安哦 晚安 然后明天后天空了的话 我们都会直播聊聊天的啊 这两天高温 大家也注意身体 保重身体多喝一点水 我昨天就是擦点中暑 倒在那个电梯上了 对 大家可以多喝一点开水 多喝温温水 然后休息 好的 晚安 爱你们 晚安晚安 拜拜